各位朋友, 今天我和大家示範一下 如何去做薑的糖水 做薑的糖水是比較簡單的 需要的是薑片和片糖就可以了 薑是要切一片片, 還有要拍爛 記得要拍爛 薑片我們要用多少呢? 就要視乎自己的口味 如果你吃得辣的, 就用75克的薑 如果中辣, 就用50克的薑 小辣, 就用25克的薑 但是如果不吃辣, 就簡單了 薑是不用加的 好了, 至於片糖方面 我們需要用250克的片糖 但是做之前, 最好用水沖一沖 這樣就比較好些 接著我們把它放進鍋裡 好了, 下了鍋之後, 我們就下滾水 記得下滾水 500毫升 為什麼我們要下滾水呢? 因為滾水下了糖 我們用那個膠刮 輕輕弄一弄, 它就會鬆開 就用得很快 接著用猛火煮滾糖水 接著我們要準備好薑片 當糖水滾起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薑片 但是記住, 滾起的糖水要不斷攪拌 如果不然, 就很容易滾水 好了, 我們放薑片下去 也要煮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接著, 我們就把鍋子收細 收到幾小呢? 大約是中火 大家看到這些瓶子 好像黑眼的瓶子 那麼細小的瓶子上來 就可以了 我們大概要煮25分鐘 好了, 煮完25分鐘之後 我們就要把火 開滿去 煮多一分鐘 接著熄爐 就等它冷了 就放入瓶 就可以食用了 如果大家是不用下薑的話 糖溶了 就可以熄爐 接著就放涼 就可以了 大家不妨參考我這個做法 看看喜不喜歡吃